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呢 要有跟大家介紹一款日本國民級的RPG神作 這是伊蘇六 納比斯汀的方舟 那相信大家從小應該或多或少都玩過一些伊蘇系列的遊戲 那這次呢 伊蘇六 納比斯汀的方舟 在日本已經超過300萬的下載量囉 所以大家千萬不能錯過這款超級神作 那伊蘇六呢 也有專門為這個遊戲做了一段開場的動畫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伊蘇六的宣傳OP啦 那這個OP呢 主要就是在講說伊蘇六他整個遊戲的世界觀 故事開頭呢 在講說主角亞特魯 他本來行駛在海上 結果不小心呢 掉落了大漩渦之中 我們看到他掉落了大漩渦 之後呢 醒來發現他自己在漂流島上面 被達獵族的巫女 奧露哈還有他的妹妹伊莎所拯救 之後開啟的一連串冒險故事 故事的開頭呢 在講說打獵族的巫女他有一個祖傳的鏡子 射米神鏡 被偷走了 主角亞特魯呢 他就釋出的去尋找這個鏡子的碎片 打敗了非常多偷走鏡子的BOSS 最後呢 他修復了鏡子 那也在修復鏡子的過程當中呢 他收集到了三把曾經封印方舟的寶劍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有青字劍 赤字劍 還有金字劍三把寶劍 接著看到這個人呢 他就是我們遊戲裡面的最大BOSS 艾倫斯特 他想要獲得方舟的力量 於是呢 就利用他手中的那一把 黑字劍硬是解封了方舟 結果由於力量不夠 方舟整個失控 讓大海掀起了滔天巨浪 最後呢 當世界將要毀滅的時候啊 我們的主角亞特魯 他就利用三把寶劍 還有射米神鏡的力量 最終呢 打敗了方舟 世界也恢復了和平 那我覺得這個OP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其實蓋瓜了整個E-S6裡面的遊戲世界觀 好的 在我們看完精彩的開場動畫之後啊 我們就知道為什麼E-S6是一款國民級的RPG神作了 他承襲了日系的ARPG傳統 故事內容呢 就是經典的熱血冒險故事 另外E-S6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特點 就是他請了非常多日本的明星聲優來做配音 重現令人感動的經典劇情 那像是他的主角亞特魯呢 就是由日本知名動畫 晉級的巨人裡面的主角 艾連葉卡的配音員 瑋玉貴來做配音的 那像是女主角奧路哈呢 就是由石川遊衣來做配音的 另外呢 還有小倉圍 前野智招 還有冠之衣等等的明星配音員 真的是非常厲害的一個聲優陣容啊 好 那在選擇職業的這個頁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總共有四種職業 有戰士 法師 遊俠 還有刺客 四種職業 那每一個職業呢 到最後又可以有兩種的選擇 第一個呢 看到的就是戰士 那他是屬於近戰 然後並且是比較偏向守護類型的 還有個盾 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是轉職預覽 像是戰士呢 他就可以選擇騎士 或者是狂戰士 這個是等到你等級升上去之後 可以做選擇的部分 那我們先點騎士 OK 我們這裡就會看到騎士呢 他其實就是做近戰守護 還有控制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可以看到狂戰士的部分 感覺狂戰士比較偏向攻擊 他果然就是近戰然後輸出 並且有免控 免控感覺蠻厲害的 接著再看到遊俠的部分 遊俠部分呢 其實就是弓箭手 那他一樣是遠攻的 但他比較偏向有治癒的功能 有一點補師的概念 那他可以轉成風行者呢 或是大祭司 風行者呢 其實還是以攻擊為主 那我們看一下大祭司 我猜大祭司應該就是補師了 哇 好漂亮喔 其實祭司很漂亮欸 有點心動 對 他看到上面大祭司 他就會寫的 一樣是遠程 但不過他是以治療跟輔助為主的 應該就是一個純補師了啦 那如果你是喜歡玩補師的朋友們呢 你就可以玩大祭司 我覺得非常的適合你 那看到最後一個呢 是刺客 那刺客呢 他一樣跟戰士一樣是近戰的 那他屬於爆發型的 簡單來說他就是一個輸出的角色 最後可以轉職成忍者還有航海家 那我覺得忍者大家應該都算是 知道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航海家吧 哎呦 變成海盜了 拿槍的呢 很帥欸 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 長得帥的 黃海家也是一個蠻適合的職業 召喚鯊魚 哇 黃海家蠻厲害的欸 還可以召喚鯊魚攻擊 那我自己本身是想要玩法師啦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法師好了 法師的話 他就是遠程 然後並且有減速的功用 就是控制吧 遠程並且加控制 那他在轉職的部分呢 會有冰法師跟火法師兩種 哎呦 冰法師 蠻好的欸 他的技能有暴風雪 冰霜巨龍 還有冰風球 嗯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火法師 我好像比較喜歡火系的欸 畢竟我是一個熱情的牡羊座 那我們遊戲介紹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直接進入遊戲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轉職的頁面啦 我們就可以繼續體驗一下 冰法師還有火法師的技能組 看你最終喜歡哪一個技能組 你再轉職就可以了 右上角這邊呢 會告訴我們有一些技能簡介 就在告訴我們說 冰法師的技能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是什麼樣子的 讓你來做試驗 開扁 哇 好強喔 冰法師的技能組很帥欸 完蛋 我有點 我有點猶豫囉 哇 冰法師這樣還可以召喚一隻冰龍欸 好像有點厲害喔 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體驗一下火的試煉 看一下我們原本要選擇的火法師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好像 哎呦呦呦呦 好像也是很帥欸 哇 好難做學者 啊 好帥 我覺得這個技能好帥 好吧 那還是依照我們原本的想法好了 轉職 火法師 好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跑主線任務啦 哇 主角 奧魯哈也太正了吧 啊哈哈哈 啊哈哈哈 好可愛喔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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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魂卡呢都可以裝備在我們的身上 然後它就會幫我們增加攻擊40 所以呢 到後來我們等級越來越上去之後 就會開啟越來越多格的魂卡 我們會收集更多的魂卡 來增加我們的戰力 我們現在呢就來挑戰看看 BOSS戰 然後你也可以使用 哈哈哈哈 那魂卡呢 它有可以出來使用它 它就會出來幫你打架 最後給它致命一擊 YES 打完了 獎勵結算 那我覺得BOSS戰它蠻好的 就是說它會獲得蠻多我們需要的東西 像是這個經驗值啊 升等一定是必備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快速在這個遊戲裡面升等的話 BOSS戰一定要記得常常上來打 那在介紹英雄之前呢 我們要先跟大家說一個非常好看的東西 那就是手除 手除呢只需要33塊 一杯飲料錢都不到的價格呢 我們就可以連領三天的好禮喔 你看在這裡呢 我們第一天就可以獲得金色 金色喔 超級難拿到的魂卡衣紗 然後在第三天呢是我們的重點 因為我們可以拿到部落聖典的實裝 不管是衣服呢還是頭飾都送給你 所以手除呢真的是非常不能錯過的一個活動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進入抽卡的環節啦 這次我們主要要抽的英雄呢是SSR的英雄 也就是我們的女主角奧露哈 希望可以實抽入魂 來吧 很緊張很緊張 點下去的這一刻就可以知道了 來吧奧露哈 來吧 有金光有金光 沒有 可惡 沒關係我們還是有抽到不錯的SR啦 就是我想要SSR 暫時抽 我們的30抽以內要抽到奧露哈喔 奧露哈 媽 沒有 可惡只有抽到碎片 我們希望可以直接抽到整張的卡片 最後10抽我一定要喔 一定要拿到一定要拿到 一定要拿到 來吧奧露哈 我感應到了 來吧 金光 我為什麼會這樣 這 這 難道我有這麼飛嗎 非洲公主又要誕生了嗎 再 在 在 在 再 再 再再再 再再再再再再次抽 拜託阿露哈來吧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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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啊~~ 抽到了 哦 終於 哦 好正哦 我們終於抽到了 經歷了 我剛剛這個一度快要放棄 抽卡之後 終於抽到奧路牌了 哦 好感人 這次很棒耶 我這次抽到 SSR 又抽到SR 又抽到R又抽到HR耶 好扯哦 這次真的有O 但前面有點飛 没关系 过程不是重点 重点是结果我抽到了奥路哈 好开心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 马上来看看我们刚刚抽到了哪些英雄吧 第一个肯定是要点进来 看我们刚刚抽得那么辛苦 才抽到的奥路哈 真的长得有够正 而且他的战力真的是 比其他的星级的卡片真的是高太多了 奥路哈本身的战力就有6500 还不包含我们 到时候如果打到一些装备啊 或者是想办法收集到一些装备 再装上去之后啊 他的战力真的是非常的可观 先收到英雄呢 就势必要介绍到守护这边 角色会有不同的战力 那那些战力呢 都可以变成是我们的守护战力 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把 强的英雄呢 放到守护上面 那我们是不是把奥路哈给放上去吧 然后我们的战力呢 就是马上获得超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其实你们这边看到 紫色的啊跟金色的战力 就有非常大的差别了 紫色的战力只有1000多 但是像我们刚刚看到奥路哈 只有6000多的战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战力的话 英雄还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抽到一张强而有力的英雄呢 就可以让你的战力飞速的提升 另外呢 这个游戏里面还有师徒系统 就是师傅呢 只要达到58级 然后徒弟呢 只要低于师傅 一集以上呢 你就可以做主队拜师的部分 它可以让你在刚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厉害的老手 带你去探索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我相信这只要是女生呢 都会非常的喜欢 那当然就是时装系统咯 像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你只要做手除 33块就可以获得的部落盛典时装 超级漂亮 我们可以会有一些帽子啊 眼镜啊 或者是头饰 哦 这个好可爱 啊 我就要他了 那在体验完一书六之后啊 我觉得 真的非常喜欢一书六 他的画风 不管是他的人物角色 还是他的怪物 或者是他主线 会有一些过场的动画 我都觉得做得非常的精致 就是很喜欢这种日式风格的RPG游戏 我也很期待呢 在之后 可以找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啊 等等的 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由Fillcam监制的 日本国民级RPG神作 一书六那比斯汀的方舟 预约已经突破200万咯 现在预约就送植品少女丽地亚 我是妮娅 赶快跟我一起体验最初的冒险吧